第三章 纳保官保障你知的权益 诶 你看这张海报 什么是纳税者权力保护官呢 所谓的纳税者权力保护官就是纳保官 是为了保障纳税者的权力设立的 只要纳税者有税捐上的任何问题 例如有税捐争议或陈情案件或是申诉案件 都可以请纳保官帮忙解决税务问题哦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纳保官啊 会不会需要收费啊 不用收费 都是免费咨询 只要在财政部网站的纳税者权力保护专区 就能够找到纳保官的联络方式 也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查询到 纳税者权力保护相关的知识哦 哇 这么方便啊 是啊 这样纳税者就有可以询问的管道 不用担心会不会因为不懂税法 而损害到自己的权益了 太棒了 真是贴心